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全店先生邱彦祥 嗨 大家好 我是品贯 11月26号 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就是圣诞节的前一个月 那就是感恩节 感恩节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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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giving day 通常呢 在这一天呢 我都是带我的爸妈 我的太太还有小孩 我们会去炒一家餐厅 然后吃个大餐 但是今年我想在家做 感恩节的大餐 香料奶油烤鸡 哎哟 蛮有创意的 我来点更不一样的 法式烤羊排 香料奶油烤鸡 烤鸡就在这里咯 我们一样是比照于那个 感恩节烤火鸡的那个做法 首先我们这个奶油呢 是非常特别的 它里面有奶油 义质香料 海盐 黑胡椒 马铃薯 涂抹一下 塞进去 烤火鸡的做法 这个鸡现在变好大吃 因为它刚刚是一个 没有吃饱的鸡 我现在把它喂饱 那有可以上上去的地方 都把它上上去 我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忙 就是把这个柠檬片 集中在中间 然后又留个两片给我 这两片呢要做什么呢 夹在它的腋下 把它的脚绑起来 大个鸡 放上去 蒜头 然后洋葱 胡椒 玉米笋 撒一点点 海盐 海盐 放到我们这个气炸烤箱 盖起来 烤全鸡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220度 然后烤30分钟 好嘞 哦 分享一个小诀窍 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 非常均匀 对啊 就是当我在设定已经烤了30分钟之后呢 我会再另外设定15分钟 把它翻面翻过来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背跟胸的颜色 都是很一致的 香料 奶油烤鸡 帮我了 法式烤羊排 这个在全年也可以买得到的小高羊排 这个奶油呢是经过调味的 拿一半来 抹在这个羊排上面 放上去 鸡肉 番茄 玉米笋 180度 然后12分钟 奶油 加上这个刚蒸好的马铃薯 这个很方便 处理这一道马铃薯泥的时候 我们两个 就是通力合作的表现 我超爱马铃薯泥 就完成了 放在这中间 这中间 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他真的很爱马铃薯泥 all in 我们等羊排 好嘞 好嘞 好漂亮 羊排摆上去 所以我的那个马铃薯泥棒太多了 可以 对 那种荧棍贵的感觉 这些再摆上去 配菜一样把它摆上去 有个歌手一定很喜欢 王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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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式烤羊排 来 试吃吧 走 走 走 感恩节 新奇料理大餐 新奇料理大餐 烤鸡先来 哦 很香 好香哦 马铃薯啊 哇 羊排吗 让我给你服 好 可以耶 好脆在酥米 嗯 我知道你说这个绵密的口感 哦 爸爸 all in 酥米 all in 酥米 你觉得非常的棒耶 满满的感动 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贵人 包括我们的家人 对 一直支持着我们 是 然后今天又遇到好朋友 所有的朋友 感恩节快乐 感恩节快乐 想看全年更多的影片 欢迎订阅全年YouTube频道 PXChino 并且开启小铃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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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 就可以得到第一手全年的消息哦 我心想想要多的兴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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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